中国英雄 崛起 这一次的2024上海玩具展 也太多好玩的了 近来就发现超多铠甲勇士 心要觉醒的玩具 这帅气的刷卡要带啊 是真的香啊 还有他们家的超可动人偶啊 我想全都带回家 来看看这个新系列的卡片 也是很有特色的哟 现场好玩的可不只有这一个 看我使用植物们的新武器 卡战僵尸 火 哇 这里还有将要破壳而出的 金木小恐龙 有喜欢小车的小伙伴吗 这里可真不少哦 而卡特更喜欢的是这种超大的机甲啊 真是又酷又帅 而同款模型做得也太精致了吧 这些真的是玩具吗 真是越看越喜欢啊 哇 没想到我还见到了 森宝的强国雄风系列 哇 熊伴们 一起征服新城大海吧 哇 走了好久 终于看到亚克啦 哇 还有他的新装备 银河立刃 其他各式各样的奥特曼玩具 还真不少呢 而且这里还有赛罗的两个 金银新型态 而他的卡片 竟然还有黄金披风样色 简直不要太酷啊 又发现好玩的啦 用模型做成的象形 也是相当的霸气啊 这里还有王者荣耀机甲 这造型 卡特也是挺期待的啊 诶 西奇暴龙和龙战士星远 是同一家公司 卡特是不意外啊 但是他们还做蜡笔小新的卡片 还有这么好玩的骨子和玩具周边 我是没有想到啊 哇 这里还发现有收购摩托车的新零件 组成的各种各样的新赛道 还有这个赛车连发器 哇 简直不要太好玩啊 哇 天呐 还有拼装版的新赛车 每一辆都超级酷炫 更想不到 摩托车也能做成蚌盒吗 那哪一辆才是你的专属赛车呢 不得了啊 卡特你忍不住要来收购啦 这黄金赛车 我下次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家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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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